香港赖以成功就是一国两制 那怎么能够把香港管好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爱国者治港 这个是天津地义党 我们要了解一下 全球哪里有一个国家 不是爱国人士 最怕他们自己的国家管好呢 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 爱国者治港不是最高标准 而是港人治港的最低标准 所以我非常赞成 支持这个事 香港假如需要继续繁荣稳定的话 一定要有爱国者来管制好香港 香港才能够行稳支援 继续繁荣稳定